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大洪水 大洪水呢其实在大陆呢已经接近尾声 因为已经过了迅期 在之前的几个月呢 大洪水肆虐全中国 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传言 说大洪水在今年呢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灾难 但实际上呢我们一起来现在来回看的话 确实已经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但是还没完呢 现在说这个习近平要炸三峡大坝 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这个成为现实的话 那这个大洪水恐怕就是在接近尾声的时候 要再来一遭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大洪水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大洪水啊 现在就是从南到北 大家在记忆当中对吧 从广州那边开始 然后呢整个雨带啊往上移 呃在长江流域呢引起了极大的灾难 呃在那段期间呢 这个三峡大坝 呃经历了好几次洪峰 然后很多人传言说三峡大坝很有可能会被冲垮了 当然三峡大坝今年还是经受住了考验 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这个炸弹还始终是留在那里啊 这个你不说别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跟啊任何的地方发生战争的话 别人一炸三峡大坝那受灾难的肯定是老百姓 对吧 所以这个确实啊不敢怎么说这个三峡大坝啊 这个从这个当初建立的时候中共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然嗯我们现在再去看当时的这个三峡大坝的建设 这个恐怕这里面的利益相关太多太多了啊 据说就是李鹏呃 他为了这个获得更多的利益啊 不顾各种这个阻挠 然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项目上马 最后呢到了现在这个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他钱赚到了 他才不管这个未来的洪水滔天 对吧 那现在的问题是到了长江流域以后呢 还没停啊 这个雨带要继续北上 北上然后在黄河流域又引起了极大的红岛灾害 黄河流域经历了一遭呢 又往东北那边跑了 所以呢 现在就是整个呃 中国的全境里面呢 真的是都受到了极大的灾难啊 可以说是灾难深重 当然呃 这个是2020年的一个小插曲 如果对比于疫情的话啊 恐怕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 因为大洪水怎么说呢 呃 他带来的这个伤亡和影响 对这个疫情来讲 恐怕还是要小一些 还是要小一些 但是今年的这个洪水灾难 其实已经比往年要深重很多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恐怕就是对产粮区产生的极大影响 大家再回顾一下 从呃 整个南方开始下雨 然后呢 再到长江流域 大家都知道长江流域是中国的这个产粮区的分布最大的一块地方 但是结果呢 在那一块呢 呃 上游中游下游全部都受到了极大的洪水的肆虑 然后导致了整个产粮区受到极大的影响 而且就是在这个呃 粮食要丰收的呃 或者说要成熟期间啊 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对整个中国今年的产粮产生极大的问题 然后呢 呃 由这个间接的又引起了啊 很多未来人提到的这个大饥荒 对吧 我们当时也分析了啊 如果说这个大洪水 然后呢 一个形成的链锁反应到产粮的影响 然后呢 再到这个大饥荒 恐怕就是一脉相成了 当然了这个大饥荒 其实也不仅仅说是产粮的问题 其实也跟啊中共本身有关系 怎么说呢 呃 本身来说中国现在的这个产粮 基本上是不能够满足全中国的这个口粮需求的 每年都会有进口 但是呢 呃 中共如果说他以所谓的节省外汇为理由 然后呢 他号召大家去节省粮食 呃 反而呢 就是呃 不加大从海外进口粮食的话 其实最终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最终还是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这种 呃 各地的这个粮食啊 不均匀 然后呢 首先就是粮食暴涨 大家应该看到最新的这个超市 好像之前说四川那边啊 这个抢粮食 然后呢 这个粮价暴涨 呃 然后呢 好像这个中共的高层的一些官员呢 吹风说 呃 粮食就是应该涨价了 不涨价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那实际上就是给提前打提前量嘛 当然我们就不谈这个呃 席包子搞出来的这个节省粮食啊 这个浪费粮食是违法行为 对吧 这样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出台了 其实都是配套在一起的 当然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是大洪水 但是大洪水呢 跟这个大饥荒恐怕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这个问题 那么就在全国老百姓刚刚缓过一口气 就是这个大洪水啊 从南到北走了一遍之后呢 稍微缓活一下啊 净于就是那个讯期啊 已经结束了 现在已经马上要进入到十月份 呃 刚缓一口气的时候呢 结果又传来一个噩耗啊 什么噩耗呢 是说传这个习近平要炸三峡啊 这个这个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说是呃 习近平要通过炸三峡 就是偷偷的炸三峡 或者说就是他计划通过炸三峡 然后呢把这个锅让呃 不管是让呃台湾啊 还是让哪个国家去背一下 或者是让美国或者让哪个国家背一下 然后呢引起这个呃 更强烈的这个民族仇恨 然后呢他准备呃 是不是以这个作为一个理由 然后是发动呃 全国老百姓 然后去对外战争呃 有这样的一个传言 那么如果说这个传言真的属实的话 那这个习近平真的是恐怕是太恶劣了 为了他自身的这个目的 呃不顾整个长江流域的这个老百姓的死活 这种这种人呢实在是早就罪干外死了 当然了为什么有这样传言呢 是因为中共的这样之前的所有的他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就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相当于说他们本来就呃 就是一直就是保持这种呃呃 从来都不会说他们要反省自己的错误的问题啊 就是呃 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不会考虑到老百姓的这个利益的啊 都是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 所以呃为什么有这样的传言也是跟他们之前的这个呃 做事的习惯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呃这样的传言出来了 如果说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没有人去相信 但是呢在这样的细胞子的统治下面啊 估计很多人还是会去相信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因为他们是做得出来这样的事情的啊 没有底线 那我们真的希望老百姓真的是能少被折腾啊 也希望这样的传言他不是真的啊 不是真的就是 但是最好的就是像这样的这种统治阶层早一点离开 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吧 好 今天的话题呢 讲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